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综合路透社和美联社消息 德国外交部长马斯11月6日 敦促美国大选各方在结果出来之前保持克制 说加剧紧张局势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马斯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 针对美国大选乱象 毫不客气地说美国不是搞个人秀的地方 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 火上浇油都是不负责任的 各方应该保持冷静 等待选举结果公布 他还说 对保持民主制度的运作来说 能做到体面的认输 比开心的获胜更重要 匈牙利总理也放话说 无论谁当上总统 美国以后都不该再对其他国家的选举 指指点点了 另外 观察过西方国家和前苏联选举的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也批评了特朗普关于选举欺诈的指控 现任总统这样无根据的指控 选举存在系统缺陷 损害了公众对民主制度的信任 在美国政府宣布 对国际刑事法院的两名高级官员实施制裁后 包括多个美国传统盟友在内的72个国家 在联合国总部签署联合声明 表达对ICC的坚定支持 综合媒体11月4日报道 包括英国 法国 德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美国传统盟友在内的72个国家 11月3日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 称 我们再次坚定不移地支持ICC 作为一个公正独立的司法机构而存在 制裁 是让犯下严重罪行者负责的一种工具 而不应针对那些寻求正义者 美联社11月3日指出 联合声明由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克里斯托夫·霍伊斯根 在联合国大会会议上宣读 声明虽然没有点名任何国家 但显然是针对美国 法新社提到 签署这份联合声明的国家 都曾签署成立ICC依据的罗马规约 声明还提到 不会容忍任何迫害该法院独立性的企图 人权观察组织国际正义项目主任 迪克尔表示 这份联合声明象征着 对华盛顿史无前例利用制裁 试图破坏ICC工作的行为 提出严正抗议 这是我们的法院 别插手 对于上述声明 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 米尔斯进行了辩解 指出 美国重申长期一贯秉持的原则 反对ICC试图 将管辖权扩及 非罗马规约签署国的国民 包括美国及以色列国民 强调美国政府寻求保护美国人员 不受ICC不公正和不合法的迫害 后者威胁到美国主权 美国于11月4日正式退出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协定 77天之后 拜登政府将重新加入 当晚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在社交媒体上说道 针对美国4日正式退出 气候变化巴黎协定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密书处 当天公布了由该机构与智利 法国 意大利 英国 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 声明对美国正式退出公约表示遗憾 同时强调将继续同美国国内 各利益相关方保持合作 与各缔约方一道 继续确保协定的全面落实 外界分析认为 拜登将面临多重危机 新冠疫情的持续流行 经济萧条 种族不公 公众对重建气候领导力的要求等 拜登政府很可能会将气候政策 作为疫情后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部分 这将是一项需要克服行政和立法障碍的政治任务 联合国会费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11月2日 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中 已有132个会员国缴清今年的会费 负责审议联合国行政和预算事务的 联合国大会第五委员会 此前发布的文件显示 截至9月30日 美国欠缴今年的会费 10.9亿美元 占未缴纳会费总额的73% 此外 美国还欠缴13.88亿美元 违和贪款 联合国网站上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作为第一大会费 与违和贪款国 已持续多年欠费 据路透社11月4日报道 势均力敌 结果难料的美国选举 让一些假定拜登胜选的短期交易泡汤 但资金管理者说 无论谁获胜 他们都会坚持 押注于大量刺激措施 中国经济反弹和绿色繁荣 报道全文摘编如下 道富环球投资管理公司的 全球首席投资官 李克拉卡尔说 我们预计 市场会有相当大的波动 然而 我们看到的未来12个月的 核心投资条件 不会因为这种波动而逆转 拉卡尔说 为应对新冠肺炎大流行 而推出的大规模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 尚未在体系内充分发挥作用 同时预言 这将继续决定未来一年的投资条件 事实上 基金经理们似乎并不急于重组投资组合 特别是考虑到 美国选举可能要到数天之后 才会出现明确结果 或者可能最终要对簿公堂 有几个原因 首先 无论谁是下一任美国总统 新冠肺炎引发的全球卫生和经济危机 都将主导投资格局 其次 亚洲股市保持涨势 表明投资者相信 该地区的经济增长 不会因为特朗普获胜 或者华盛顿出现政策僵局 而受到破坏 也许 最重要的是 资金在美国和其他国家 应该会保持廉价和充足 从而支撑股市的长期前景 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寒潮远未退去 需求不振 供应链受阻 资金压力上升 进入冬季 全球疫情再次反弹 欧洲多国重启封闭政策 刚有起色的全球贸易前景 再蒙阴影 所幸 全球经济低迷之际 作为最大消费国之一 中国市场率先复苏 给全球贸易增添了一抹亮色 日前 中国举办国际博览会 更是进一步提振全球信心 在此背景下 英国希望借此 获得更多对华出口的机会 据《环球时报》的最新报道 作为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主兵国 英国希望继续抓住 新一届博览会的扩大对华贸易 英国国际贸易部出口部部长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金博会是一年中巩固 英中之间日益增长的贸易关系的重要时刻 它将为疫情下的贸易增长创造新企机 虽然今年发生疫情 但英国企业的参展意愿比去年更高 他还提到 中国和英国都是具有全球事业的国家 随着英国离开欧洲变得越来越开放 英国将致力与中国建立更深和更牢固的伙伴关系 据了解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英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 仅次于欧盟和美国 2019年 两国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8712亿元人民币 对于脱欧后的英国而言 增强对华贸易联系无疑很重要 在2018年首届博览会 英国在多个领域拿了超过174亿元人民币的合作大单 而在这次博览会 英国组织了120家企业参加 并主打以真修美食在英国为主题的展区 希望在食品和饮料领域收获中国买家认可 据英国方面的数据 苏格兰威士忌对华出口 以每年18%的速度增长 在2015年至2019年期间 英国对华鱼类和海鲜出口猛增85% 出口额达1.31亿英镑 2019年 英国对华出口猪肉总价值1.27亿英镑 同比增长190% 中国在进博会进一步表明强大的消费需求 是英国坚定拥抱中国市场的新动力 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 我国表示 中国有14亿人口 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 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 预计未来10年累计商品进口额 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 这也意味着 在全球化遭遇逆风的条件下 中国仍然坚持扩大开放 为外国企业 创造分享中国市场发展的红利 这对于经济严重衰退的英国而言 无疑是个好消息 要知道 英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 受疫情冲击最大的国家之一 今年二季度 英国GDP环比萎缩20.4% 英国央行预测 本年度英国经济将缩水11% 雪上加霜的是 目前英国新冠确诊病例已突破100万 英国决定从11月5日 开始进入第二次全国性封锁限制阶段 接下来 英国想要尽可能避免更多经济损失 很大程度需要依赖外部市场 肉眼可见 当前中国能成为拉动英国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 不过 相比中国市场不断扩大开放 英国人在特定领域持保守的态度 近期 双方围绕华为等企业出现了一些问题 上述英国高官表示 英国会继续维护其关键利益 但同时他也强调 英国是全球对待外国投资最开放的国家 也会对中国投资持开放态度 但恐怕这套说法很难令人幸福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